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高已经长到了180公分 退伤足足有110公分 甚至穿平地鞋跟人大话站在一起 感觉个头都是比爸爸还猛一点 这个比例也是够你添了 我随手搜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全世界腿最长的女人是俄罗斯的斯维特拉娜潘克拉托娃 这位女士身高2米 腿长是1米32 人情价跟这位全世界最长的腿相比 身高差了20公分 又是这样的腿上也瘦1米3了 估计过不了两年 人情价的身高就会超过她身高180的爸爸 身高179的妈妈了 10月30日后 据媒体报道 任大华太太名模出身的琪琪 在直播当中被问及怎么把女儿身材养成这么好的透露时 女儿跟她们夫妻有同样的生活习惯 饮食节制 从不过量营救 而且爱运动 且睡眉充足 每晚几乎是酒店就上车睡觉 都说港线是缺了防腐剂的 估计这就是任大华和琪琪 以及女儿这家三口 保养的那天的原因吧 前不久 任大华击败了陈鲍国 王楷拿下金一世底 生于1955年 今年已经65岁的华哥 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 对比隔壁 牧村拓在家进去时尚圈的17岁女儿牧村光熙 显然还是继承了名模妈妈基因的人情家 看上去更有做超模的天赋 人情家长了一张鹅蛋脸 如墨的长发 一双眼睛有其深邃 好像是想要对注视着她的人说话什么 摆pose什么呢 估计是在妈妈的耳朵木然之下 也是信手年来 小小年纪就手持上触角的人情家 三岁的时候就是没媒体拍到把大街当成天桥班走秀 还在任道华的影响之下热爱撤影 因此十一来岁就是被时尚圈看中 邀约他拍摄一系列大片 也是显得水到渠窗 任道华对女儿很是交往自满 曾经对媒体得意的夸女儿比理想妈妈 腿比我长 其实他们一家三口人同框的时候 人情家明显是五官更像爸爸 身材更像是妈妈 那任情家是否会女成父业进军演艺圈呢 任道华则表示 暂时不鼓励女儿唱歌 拍戏 女孩熬夜挨饿不太后 家里已经有一个我了 也思心希望她多点时间陪我 老父亲说 现阶段还是以课业为重 女儿长了之后想做什么都支持 进一乐圈都不行 谈恋爱就是更不行了 任情家十三岁的时候 当老爸任道华被记者问 女儿已经进入到青春期 你是否做好了让女儿谈恋爱的心理准备 任道华马上知足 斩钉解体地说 还没 不会有这种事 记者不甘心 接着追问 那如果女儿长大成人了呢 任道华还是坚决拒绝 没有这种事 劝华哥学一下两家会了 他上鲁狱有约的时候 说 自家两个女儿十四岁就开始谈恋爱了 曾经有媒体叫任道华的女儿任情江 邱淑珍的女儿沈月 真子丹的女儿真俱如 炫为了三位港星最美心二代 私底下 林青霞和曾经如还是侯友 但并非是每位新二代都能够将父母的眉毛基因发扬光大 比如林青霞嫁给了行李源之后 所生的两个女儿 邢爱琳和邢恋爱 当年林青霞在六十岁生日大演宾客的时候 一家五口晒出了合照 最左边的那位十大女儿邢娇妾 是邢恋爱跟前妻张天爱 所生的女儿 虽然两个亲生女儿在普通人眼中都是好看的 但是比起她们的妈妈林青霞 还是有遥远距离 十八岁的行李源爱 后来终于有了女的十八遍了 但是没能复制妈妈的瘦势美颜 看看任情家这样 要模样有模样 有身材有身材的继承方式 所以说投胎绝对是个技术活 美貌基因能不能遗传 只能看个子的运气了 任大华身上总是有一种特别迷人的特质 你很难说清她到底是什么 或是男性的阳刚 又或者是儒雅 深沉 总之 一部作品如果有她的加盟 似乎就是无意间被她提升了质量 出道几十年 任大华塑造了无数的角色 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老戏骨 但是相比是也 她和老婆模特出身的琪琪 相入一末二十几年 更是被娱乐圈传为佳话 再被问到保持婚姻幸福的秘籍是什么的时候 任大华狡猾一笑 坦言全靠四个字 三从四得 在无意当中 任大华看到了琪琪的照片 瞬间被打动 于是托人劫持对方 当时的琪琪也是一位模特 出生于上海 儿时随家人移民了奥地利 后来父亲在国外做工成城包 家资非常的雄厚 也是因此琪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身在娱乐圈 身边自然少不了各路的狂乎浪蝶 但是琪琪是个很有自己主张的女孩 她甚至很多人图的只是自己的美貌和身份 至于爱对她们来说太奢侈了 而遇到任大华 则是给了她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 首先 任大华身材高大 充满了阳刚之气 给人很大的安全感 再再有呢 她塑造了无数反面形象的背后 实则是一个内心细腻 特别懂得体谅别人的男人 这些特质呢 都是深深打动了琪琪 于是 情投意合的两个人 在1997年步入婚姻 因为朝年做了配戏 再加上娱乐圈的诱惑特别多 因此 难免会让女方缺乏安全感 为此 任大华使出了自己的烧出界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婚姻准则 也是被她称为三从四德 三从即不从 不让老婆做饭 从不让老婆擦地 从不让老婆洗衣服 总之 就是帮老婆做家务 四德呢 就是这 老婆化妆要等的 刷卡要舍的 生机要忍的 发脾气要哄的 自从结婚之后 虽然人在娱乐圈 但是任大华却几乎没有牵扯和任何女性的绯闻 这从心理上的一双妻妻越发信任她 另外 众所周知 任大华是投资高手 特别钟爱炒房 而且直炒热门地段的房子 据传在北京 上海 纽约 伦敦 都是有她的房产 而每次呢 她都送老婆琪琪的名字购入 用她自己的话说 在硬件上 也是要给老婆足够的安全感 而且婚后呢 她也并不主张 让老婆放弃工作 全身先回归家庭 她希望琪琪可以做她喜欢的事 但是又不想逃压力 虽然日程教育都是由自己负责 任大华 你是女孩子 你赚的钱应该要放在自己的户头 要用就用我的 虽然说夫妻之家本不该分离我 但是此举确实会赢得大部分女性的欢心 有时候女人就是这样 并非一定要分离我 但是你要拿出个态度 真到了有一天你落魄了 女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钱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要看男人的气度和格局 两人结婚七年之后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小工具 任情交 两人对这个女儿非常的疼爱 而女儿也是继承了母亲的美貌 和父亲的高大身材 今年虽然只有16岁 但是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了 不仅拥有让人羡慕的道长腿 容貌更是不出现在任何一位当户小黄 而相亲相爱又拥有超过眼知的一家人 也确实让人羡慕